这个日本自民党总裁改选结果终于出路了 经过第二轮投票厮杀 是由党内大佬石破茂以215票 打败了高市早苗的194票 当选自民党党魁 在国会正式任命的石破茂 就是日本第102任的首相 石破茂今年67岁 他是所有候选人里面 历练是最丰富的 他曾经担任过防卫大臣 农林水产大臣 而且他提出 他的任内提出一些 他想要提出的经济政策 包括说他维持低利率 应该是 他维持一个 可能会升息 但是也有人担心说 如果这个日本央行一带升息 有可能会抑制日本的股市的涨势 另外他其实 因为其实外媒有分析过 为什么他会获得党内许多人的青睐 就是因为他的经历 因为接下来日本自民党 可能会面临政权保卫战 如果接下来 要挽回民众的信心 很可能就需要一个经验 力量都很大 能够给民众安心感的一个候选人 也因此他才能获得 主要的这些党内的议员的支持 其实他这次跟高市早苗 两个人之间的差距 是非常些微的 本来在第一轮投票 是高市早苗领先 这个石破茂的 但是到第二轮 却是反过来 是由这个石破茂领先 那原因可能就是因为 党内还是对高市早苗 他的一些立场比较偏保守 有一些疑虑 甚至因为高市早苗 他比较对中比较强硬 所以党内可能会怕触怒中国 也因此最后是大部分的议员 是没有把票投给高市早苗 让日本是无缘见到女首相 而新首相预计在台湾时间 傍晚五点会召开记者会 到时候也许 石破茂会提出他的一些新的政见 说明他如何带领日本 要带领自民党赢得 继续保卫政权 以及带领日本继续走下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